大家好,我是Leon 我是Chris 今天帶大家來到這個 相信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 沒錯 這裡是高尾市中途 走到後面吧 我們後面是交通部 應該有交的佛本 都知道在哪裡 相信不少人都來過 其實不是介紹這兩個地方 是介紹我們身後的 這裡 德勝花園 這裡有個街牌 我們就先來看地圖 德勝花園在很多學校 這個區域的地方 上面有永媛 後面也有 荷蘭園 已經是 但是後面永媛和劍華 我記得是 宮美市是旁邊 沒錯 大家看看 聽說旁邊的宮美市 一直通過去 以前都是花園還是公園的位置 我上次跟大家介紹華市公 應該有說過 其實這條路沿路一路過去 最早最早期 一路沿路都是花園 以前是沒有學校的 沒錯 我想這是後期發展 我們需要學校 所以這樣 你想想這裡到華市公 一路都是花園 就有德勝花園 和華市公 我們進去看看 德勝花園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 這樣看過去 OK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眼前遠處 我們有兩棵蠶樹 其實四個角落都有 這裡有一棵 這邊也有一棵 這一棵就特別要講一下 我們去看看 這一棵就是異葉南洋橙 異葉南洋橙 異葉南洋橙 有什麼那麼特別呢 這一棵其實就是澳門 現在現在唯一一棵 異葉南洋橙 是古樹 所以這一棵 非常珍貴 OK 我們一定要好好保存它 看到四枝撐著它 免得它有什麼問題 它就是一些著名的庭園樹 就是一些舊式的庭園 很喜歡用這一種的撐樹 都OK 先看看 我們網上去看看 現在可能真的沒有那麼操縱 但其實即使來到今天 它依然是澳門二葉南洋撐的樹王 不錯 有機會有興趣的朋友來看看 我們再向前推進 我們看到前面有個碑 德聖花園 德聖花園是為了什麼而變的呢 顧名思語當然是為了慶祝德聖 德聖是什麼呢 就是當初葡萄牙的軍隊 就在這裡附近第四次擊退了荷蘭人 就是1622年的時候 荷蘭人就第四次入侵澳門 葡萄牙人就在這裡擊退了他們 明白 其實大家看看這個碑 你看到上面都有一個日期在這裡 1871年的 很明顯這個碑是1871年才起的 或者這個公園這個花園 在1771年才開始有這個地方 當然為了紀念你剛才說的戰役 我們是繞個圈看看這個花園 其實有很多 你看到一些攝影的人士 或者是有些兒童的遊戲設施都在 其實吃完飯沒有東西再走過來走一下也不錯 其實是的 我中學的時候讀上面 不說上面是哪裡了 吃完飯真的會過來這裡坐一下 你看到現在都很多小朋友在這裡玩 都OK 在一個鬧市中突然間有一個花園休氣區 都挺過日的 嗯 那這個花園其實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不是世界文化遺產 是文化遺產 是文化遺產 不是制圍這麼厲害 所以其實我們周一時 我們澳門的人去到外國 會去一些文為那個地方 一些出名的花園去看一下 但是其實這裡較少遊客來就比較可惜了 其實我們本地人呢 除了一些學生 或者是你剛才吃完飯沒有東西做 都很少來去欣賞一下 就是這麼有歷史價值的一個地方 這一邊這一邊 參考一下這個牌 這個牌 雖然我看不明白是什麼 但是其實這個碑上面 就應該是眾刻有著名的葡萄牙斯人 賈梅士的一些詩句 蒲國雲 他最出名就是蒲國雲 是嗎 我想應該是吧 如果是 其實大家來到這些地方 真是細心欣賞一下 這個位置都可以的 嗯 而且這裡隔壁左右還有一粒泊車 那倒是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時間通報在隔壁 哈哈 立刻可以幫到你 其實地方大就不是很大的 我們繞圈圈其實都很快下雨 不過它的歷史和剛才那棵 二葉南洋餐 我覺得都是值得大家細味的地方 說一樣大家比較少知道的事 就是 這裡有一條樓 這裡有一條樓可以上到德式馬路 是的 那這裡也有一條樓梯 就是上去交通部 哦 那上面就是德式馬路 那如果大家想從這一邊 羅里魯馬路 是不是 是 還有勞念藥公園 過來上去德式馬路 是 有些事要做的 那其實走這裡是比較方便的 是捷徑 OK 好 那今天的資訊都相當之豐富 那上來看看德式花園 就應該趁著機會 趁著現在天氣比較好 嗯 還OK的 好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為止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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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